前飞闻刘峰元祝福王子文恋情 听解说王子文自爆被初恋劈腿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原标题 前飞闻刘峰元祝福王子文恋情 听解说王子文自爆被初恋劈腿随着怦然在心动的结束 王子文与吴永恩的恋情也是随之公开 随即引来圈内好友纷纷祝福 而这其中还有一位好友颇为引人注目 就是刘峰元 据悉刘峰元为王子文前飞闻男友 刘峰元留言说道为你开心 要幸福哦 王子文用一个笑脸回复 可以看出二人关系还算不错 刘峰元也是一个演员 显然名气远不如王子文 出演过奋斗加恩次方 情暖万家夜幕下的哈尔滨南下等 和王子文合作过加恩次方 与前任的关系如此这般融洽 显然让人意外 可是通过另一档女性脱口秀节目 听解说便会知道 王子文一向如此 在节目中 王子文吐槽初恋男友 王子文说道自己也谈过一段既甜蜜又苦涩又有那么一丢丢卑微的爱情 就是他的初恋 二人互相喜欢 但是初恋男友就是有点面 不敢表白 导致王子文不得不主动 向对方表白 当时也是年少冲动 就是奔着结婚的念头谈恋爱的 但是仅仅过了两年 男友出国留学 起初二人是经常打电话 但是遇到后来 联系越来越少 而王子文坚持给男友写信 但是没想到男友把王子文的信变成厕所文摘 直到回国后联系的第一个女孩不是王子文 王子文才恍然大悟 初恋原来早就劈腿了 对于这一段恋情来说 对于王子文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为了结束这段恋情 王子文离开了成都来到了北京 成为了现在的王子文 然后王子文说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和自己的初恋还是很好的朋友 现在还会偶尔的问候对方 但是现在的王子文觉得那时候 他还很幼稚 还不懂得如何真正的去爱一个女孩 而对于自己来说 还是期待一份天长地久的爱和一个厮守终身的人 王子文认为人生太长了 一辈子太难了 自己不会因为初恋中途放开手 就说他是个混蛋 因为他相信 在那段感情里 爱情真的存在过 所以对于初恋来说 王子文依然继续做着朋友 不管是何种原因 没有去抱怨埋怨 而是祝福 当然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是有着清晰的认知 渴望着一份美好的爱情 如今 王子文也确实再次遇到了这份美好的爱情 王子文谈起这段初恋的故事 并不是抱着埋怨的态度 而是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 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年轻过 冲动过 幼稚过 对于过往的爱情 就当是一种历练和成长 历经之后 就会长大 正是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 让王子文在怦然在心动中 仅仅21天的时间里 就与吴永恩相恋 并且走到了最后 成为一对恋人 看似不可能 王子文与吴永恩却上演着可能 一切都是如此奇妙 刚参加节目时 王子文说到自己30多年了 没有遇到那个心动的人 如何在这20多天遇到 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偏偏缘分就到了 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吴永恩表白道 我喜欢你的时而幼稚调皮 时而任性倔强 但在我眼里都是最可爱的 如果你愿意 我希望你带着你从这里一起出发 登上一座 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岛 其实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的恋情 王子文一旦认可确信了 依然是积极主动的 节目中的各种言行 都是在向吴永恩示爱 大胆公开承认孩子 见家长等等 虽然最后是吴永恩表白的 但是王子文显然在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历经情感的失败 王子文依然积极乐观 渴望美好的爱情 这一次他遇到了 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 至少在此时 王子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着这段美好的爱恋 期待着他们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返回搜狐 movimento装满的结果